大家好,我是塔岛哥哥 在《王冠》的这一集中 堂堂大英首相萨切尔夫人的儿子失踪了 本集也通过这一事件 串联起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家庭情感线 她在这一集中探寻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膝下子女众多 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爱 1982年的一天 女王伊丽莎白传召首相萨切尔夫人前来汇报工作 女王一上来就给首相大人一通数落 你当初信誓旦旦的 号称要重振咱大英帝国的经济 你瞅瞅你现在搞得这是个什么万一 你该不会认为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吧 首相连忙解释道 您说的固然没错 然而这一切并非只是按下几个按钮就能解决的问题 说着说着 首相竟然情绪失控了 女王一瞅这情况 来来来 喝杯威士忌压压惊 咱慢慢闹 而萨切尔夫人之所以情绪失控 是因为就在五天前 她的宝贝儿子失踪了 在达卡尔汽车拉利赛上 她的儿子马克在撒哈拉沙漠中迷路了 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 就这两把刷子还开车呢 别 你还真别太高估的 驾驶员 是个妹子 这马克奇人是坐在副驾驶上的领航员 所以为什么会迷路 这事断不可让妹子背锅 伊丽莎白随后把这事跟自己的丈夫菲利普交流了一波 因为她表示很惊讶于萨切尔夫人如此知书胸义的 跟自己说出那样一番话 首相曾跟女王说 马克是她最爱的孩子 有这样一个好儿子是全天下所有母亲的梦想 菲利普听爸表示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任何足够诚实的父母都会承认自己有最喜欢的那一个孩子 就比如安妮之与我 女王一听 哇靠你竟比萨切尔夫人还直白 可我怎么就不知道我最爱的孩子是哪个呢 菲利普一听 笑呵呵的甩手走人了 紧接着 伊丽莎白心里有了个主意 她找上秘书马丁对其说 我准备和我那四个孩子分别见见 你给我安排一波 要把握住两条重点 第一 不要让他们彼此互相知道 第二 针对每个孩子 你给我来份简历 要突出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近期动向之类的 秘书虽然困惑 但当然还是要照办的 而在首相府邸 政府要员正忙着跟萨切尔夫人汇报 搜寻起儿子马克下落的事宜 人目前虽然还没找到 但是有消息可以证实 还活着 紧接着 工作人员又汇报起了另一件大事 那就是发生在南大西洋 福克兰群岛上的一起 著名的国际事件 马岛战争 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海外领土之一 但是在南乔治亚岛上 一伙英国工程师 发现有一帮阿根廷的五金商人 在这里竟然升起了阿根廷的国旗 于是将此事报告给了福克兰群岛总督 此时众人正等着萨切尔夫人 对此事拿主意呢 然而首相此时满脑子只有自己的儿子 所以便有了这样一幕 而女王这边 也终于召见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此人便是家中老四 爱德华王子 他是女王最爱的那个孩子吗 不是 这哥们一见到自己的母亲之后 首先便说 这说明他之前每次见到自己母亲的时候 八成都没啥好事 自己心里那也是留有阴影了 俩人吃饭的时候 爱德华王子一件上的菜又是水煮三文鱼 便开心地表示 我就知道得吃这个 因为我和你吃饭的时候总是吃这个 通过这一点不难看出 此时的女王和天下千千万所有的母亲一样 自己的孩子喜欢吃什么 那但凡有机会 则一定会按住这一道菜拼命死做 至于说爱德华王子并不是女王最爱的那个孩子 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和查尔斯太像了 女王最爱的孩子是谁 我们暂且不表 但最不喜欢的孩子 那一定是查尔斯无疑了 爱德华王子此时正上中学 他在学校的遭遇和当年查尔斯的境况颇为相似 但有一点不同的是 当他逐渐成为了高年级的学生之后 他也开始学着像他人曾经对待自己那般 对待低年级的学生 女王听着自己的孩子 起劲地讲着发生在校园里的种种 心里五味杂陈 萨切尔夫人家中 政府工作人员带来了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已经将马克失踪的地点 锁定在撒哈拉沙漠某地3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坏消息是 这片区域吧 比英国国土面积还大 就在这时 秘书打断了席舰的对话 他进门对首相说 外交大臣坚持要见您 都等着您对福克兰群岛一事表态呢 秘书说道 现在阿哥廷军方已经派遣舰队出动了 咱们的皇家海军奈利号正在前往目的地 外交大臣希望您能支持他的提议 他希望咱们的舰船先改变航向 这事尽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就尽量避免 萨切尔夫人一听立即问道 你是说咱们什么都不干呗 秘书答月 是的 相信这事定会完美得到解决 首相反问道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干 那这事该如何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当然 在座的各位都听得出来 首相这话指的当然不单单是 福克兰群岛的局势问题 在和爱德华王子聊完之后 女王随后找上了安妮公主 俩人是一边骑着马一边唠着家常 安妮公主坦言 最近过得一般般 尤其是那个戴安娜 自打她加入王室之后 长期霸占各大媒体报刊 头版头条 我很是不爽 别问 问就是嫉妒 女王对此倒是显得并不怎么关心 她根据事先搜集到的情报 逐渐对安妮公主展开了攻势 女王对公主说 道上的传言可是传到我耳朵里了 你平常能不能低调点 都是有了家庭的人了 就别成年跟其他的男人们鬼混了 啊对了 那个男的 我已经派人把他调离了 望你好自为之 安妮公主一听 瞬间心灰意冷 俩人不欢而散 之后不久 失踪数日的马克等人 被成功救货 举国之力找个人 和象征性的搜救 那效率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等到家之后 马克还跟家人们夸夸其谈 表示各位不用大惊小怪 这都小case 自己这么大一人了 丢不了 母亲看着眼前心爱的儿子 一面准备出了儿子最喜欢的饭菜 一面不时的对儿子嘘寒问暖 但糟糕的是 他却忽略了一旁女儿的感受 不要说女儿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了 最尴尬的是 此时萨西尔夫人 还拿女儿当作用人一样使唤 命其服务好自己的宝贝儿子 女儿一瞅这情况 猛灌了几口酒之后 跑到了厨房 父亲则随后跟了上去 安慰着自己的女儿 第二天 女王的二儿子 安德鲁王子登场了 这哥们儿登场的方式也是足够拉风 他亲自驾驶皇家海军的救援直升机 开到了女王面前 他对自己的母亲说 我这可是被英军最高指挥官接俭 搞个直升机 不过分吧 紧接着 安德鲁王子率先掌握了主动权 他这回来啊 也不白来 一看就是准备工作也没少做 他对母亲说 我这次恰巧有两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一个是我的封号问题 另一个是眼下福克兰群岛的争端 如果届时事态升级 我可必须要上前线参战 您可不要反对啊 女王表示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家族的人从来不推卸战斗的义务 我们和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 儿子一听 高兴地吃完午餐 紧接着被又开着飞机闪人了 关于福克兰群岛事件 在萨切尔夫人的儿子被成功救援之后 那就注定是要升级的 在内阁成员会议中 萨切尔夫人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意见 明确表示这场战斗是必须要打的 她还一并对国防参谋长表示 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 咱们好好研究一番对策 等萨切尔夫人前脚刚一进家门 便火急火燎地着手准备晚餐 还一并让自己的女儿帮忙抓紧做饭 然而此时的女儿哪有这心思啊 她抓住机会直接跟自己的母亲挑明了 为什么你总是偏爱你的儿子 而忽视我 母亲首先表示自己向来一视同仁 没有这档子事 并且现在不是讨论这事的时候 抓紧做饭 可女儿这次也是打定主意 要问出个一二三了 架不住女儿攻势的萨切尔夫人 终于开了口 她对女儿说 如果一个人自己能力有限 那别人对她能做的也是有限的 得 扎心了 第二天 女王爷踏上了和子女会面的最后一程 她来到了海格罗夫庄园 看望查尔斯王子 查尔斯王子对自己母亲的到访 显得格外重视 百般叮嘱工作人员要注重细节 由此可见 这也是被虐怕了 但是自己的媳妇戴安娜 却十分不给面子 她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屋内 认查尔斯如何劝说 也是避而不见 女王到达之后 查尔斯先是领着母亲 在庄园内转了转 以免兴致勃勃地给她介绍 自己是如何设计这里的景观的 当然 女王对此并不关心 而在席间 查尔斯表示 媳妇啊 这是早孕反应特别大 您务必要理解 女王则说 我理解什么我理解 我就是太理解你了 懂吗 你自己干的那些龌龊事 真当我不知道呢 你平常见没见卡米拉 见面频率是多少 我这可有确凿的数据 你别跟我在这打麻糊呀 咱别的暂且不说 就处你住的这地方 想必你自己也心知肚明 这里离卡米拉他家开车 也就15分钟 你装什么傻呀你 查尔斯一听 瞬间羞红了脸 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 女王继续说道 我并不想干涉你的生活 我不需要告诉你 一个成年人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但如果我是你 我会少想一想自己的快乐 多关注一些 自己未来孩子母亲的健康 诸位放心 查尔斯啊 是断然听不进去的 女王回到自己家中之后 召集了老一辈的家庭成员 一起开了个会 跟大家表示 自己心很累 当一个好母亲怎么就这么难呢 等到了晚上睡觉前 菲利普问媳妇 怎么样 现在你得出答案了没有 咱那些孩子们 可是都给我打电话了 你这一套操作下来 可是把他们都整懵了 伊丽莎白说 经过这次这个事 我发现失踪的 并不是首相的孩子 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他们失踪在了 他们各自的沙漠里 第四集 完